士小龙终于走出了古装赛道 开始走上打黑赛道了 让人眼前一亮 多年练就的武术功底 也算是有了用武之地 到时曾经的赵公子 如今的企业家魏天朗鲍贝尔 在做坏人的路上越走越远 开始蜕变成狼了 凶残的对待女孩子 别人对女孩子是爱都来不及 而她则是喜欢蜡手催花 还多了一种爱好 将古巴来的高级雪家 专门给人家的脸上来到疤 雪家刀用来切手指 还用嘴咬 这是打造坏人新标配 实用指南吗 如果你问她 你知道自己这么坏吗 她会说 不然呢 放下涂刀我能做什么 立地成佛吧 然后呢 再把丢掉的刀捡起来 什么丢刀捡刀的 我只知道在这里 我告诉你 再闭嘴 老子说就算 我不管你是谁 你有什么身份 只要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只要犯了法 我一定办 我说了算 我是坏人 我有理 可是一番折腾下来 就发现 做坏人一样会怕疼 怕挨揍 怕被人像死狗一样拖着走 只是要看 打的拳头 分量有多重了 踩他的脚又多狠了 看的人有多爽了 报应不爽 从来不只是停录在影视作品里 而是在人心里 管是在人心里 还是会不亏从来 我看了 这有什么感光 有什么感光 有什么感光